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朗 诶 又有你的信 又是我的信 啊 还是那个芒果不丁的 不会是 那个暗恋你的小姑娘吧 不是像吧 这跟其他的情书不太一样 人都给你写了四五封了 你不回任一封 我回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们高中交比友 都是写一些日常生活中 还有把平常不能说的事都写进去 反正大家都不认识 但这个人明显知道我是谁 那你约出来见一见不就知道了 走了 芒果乌丁 你好 达达 陈朗给你回信了 快给我看看 不给你看 开一下吧 我还要赶紧给他回信呢 回完信我要去做兼职 真希望陈朗能够明白你的苦心 经理 怎么了 那个 你一个小姑娘 在那儿打工也挺不容易的 我想了想啊 这个工资 还是先预置给你吧 拿着 经理 但是咱们前提说好了 保密 平儿 店里其他人知道 对不对 我明白 谢谢经理 好好干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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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好 好 妈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你没去上课呀 上午有 下午没课 妈 您看这是什么 什么呀 您打开看看 这哪来的 这是我人生中赚的第一笔钱 我本来想说给你们还有夏家树买点什么东西 但我一想到爸工地上的事情吧 我就什么都没买 妈 你拿着吧 你闺女也能赚钱了 长出息了 妈跟你说啊 你爸昨天刚谈下一单工程 订金都给了 咱家现在不缺钱了 你不缺钱了 嗯 太好了 我们终于不用紧巴巴地过日子了 妈 那这钱你给我吧 我当生活费 歇啊 给你呗 等花没了再跟妈要 我把这些先给你存上 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这 这钱都是我赚的 这要是我爸 可您全都给我 你爸 要你爸当家呀 咱下半个月都得喝西北风去 快说 想吃什么 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是不是想吃妈做的菜了 鸡翅吧 陆十一挺喜欢吃你做的鸡翅的 我给她带点 好 好 好